好的 黃金鑑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傑德森 那我們今天終於來到此行的最大重頭戲 就是 冷夢24小時耐力賽的 舉辦的所在地 冷夢 因為其實啊 冷夢這條賽道 它不是一個永久性的圍場 大概有50%的區域都是 由平時是一般的街道道路的 對 然後只要到這個 每年6月舉辦的冷夢24小時耐力賽的時候 才會封閉起來組成這個 全長大概超過3.6公里的一個賽道 因為今天是正賽開始的前一天 那我們其實呢 去的不是會場 那是冷夢24小時小時 這個賽權的一個最熱鬧的一個遊街活動 嗨 大家 然後我們就來到 米歇林的BIP看牌區 我們今天競賞是Alping車隊 因為這裡又有這個 Toyota巨猶車隊來採載 超遠的錢 然後風險張來的 那剛才圓場園有跟我們分享啊 就是 魷魚啊 這個 怎麼講呢 冷夢正賽的票價很貴 所以其實很多人最貼身 最貼身的賽事 整個賽事運動都是在這個時候 我看可以看到圓區有非常多 各種各種不同的車 哇 這就是 Toyota Gazoo Racing 的這個 他們官方的Hospitality 就是24小時可以 待進去的地方 欸 這個 GR車主同車 好的 那我們終於來到 我們這次利曼賽道的大本營 就是米歇林的這個 呃 休息空間 Hospitality 我們可以看到外面啊 就是有這個 欸 米歇林這次的 標語 We Race for Change 之外呢 外牆正中央呢 就是 他們專為這個 這個 S2-4 輕燃料 原型賽車計畫的 所開發的 永續輪胎 那標誌的71% 就代表它 用71%的回收材質打造 專攻這個 Hypercar 組別的這個 Pilot Sport 系列輪胎 那右上角就是 欸 我們其實已經見過 不少次的這個 Fission 2050 的 這個對於未來輪胎 該長的 讓貌的願景 那我們就來開箱一下 這個米歇林的 Hospitality 到底長什麼樣子 Maxi 好 Hello Hello Welcome How are you Good Perfect OK Hi 好 這就是這個 Hospitality 的一樓 是個接待台 那後方呢 就是他們這個 餐廳的空間 那我們在固定時間 大概中午晚上 還是早餐 就是固定會有公餐 在這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這個 二樓的這個 空間到底長什麼樣 上到二樓就是這個 欸 感覺氣氛整個 就輕鬆很多地方 那這邊是一個 提供 酒水沙發 還有休息空間 一個運動的BAR 還感覺一樣 Race for Change 的這個 散散模擬器 在旁邊呢 就是 欸 很輕的吉祥物 BB燈 很輕的寶寶 還有這個 對剛剛已經講過 專攻 頂級Hiker Card 組別所使用的 PowerSport輪胎 立慢24小時 是 WEC 今年賽季中 唯一 還是唯二的 這個24小時 耐久賽 所以他的 乾胎 公投胎配方呢 從兩種 增加到三種 那相信這隊 車手啊 車隊 選擇換胎 這類中會帶來還蠻多 不小的變數 那我們等一下應該可以參觀到這個 輪胎的批房 因為據說明星在 每一支 還被靠組別的車隊啊 他們都有安排的賽道技師 那現場也有很多很多的這個 各種不用是賽事技術顧問 或是這些輪胎繼續來協助車隊換胎 那據說 光是這一戰啊 米其林運到現場的Pilotsport輪胎 就有4100條之多 那最重要的就是前面這個轉波賽 告訴大家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因為正賽到我們現在法國時間 下午6點才開始 那也許是前幾天舉辦的 HyperPole的衝刺檔位賽的這個 比賽賽事精華 然後為什麼還沒有擺那麼多沙發呢 就是因為你如果中間不想要回飯店休息的話 那你就是可以乖乖睡在這邊 好不好 至少有個騎乘之手 讓你二十一小時 不要弄整個各種精彩時刻 好的 那在這個利曼怎麼充電呢 我們在先找到這個 有沒有很像置物櫃的地方 打開來 欸其實就是一個充電櫃 這是一個米其林的貼心好幫手 雖然藏得有點隱密 當然二樓最大的亮點就是在這個 緊貼賽套的這個二樓立法當中 對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旁邊呢 都是各個場 對都是贊助商的這個Hospitality設施 大直線的起跑線就在我們正前方 好的那我們也等不及等一下直接去走Gridwalk了 那這也是我們唯一 欸可能是唯一 就是有很難得的進距離可以跟這個最頂級的Hypercar 不管是LM-Match還是LM-DH的賽車進距離結束機會 那我們就等一下繼續GoGo囉 那我們來開箱一下同團團員在吃介紹 欸童哥 童哥可以介紹一下你拿了些什麼東西嗎 當然是米其林餐喔 員工餐 沒有沒有 這個是魚 你也有嘛 那這個剛剛就是有廚師在前面 所以我們就拿了 基本上不會回 喔他是現場整裝的 對對對 看一下享受美食 然後中午還不能喝酒 但是酒絕對都備好 對然後重要是我們都在米其林裡面 所以每餐都是米其林美食的部分 那我們眼前這個就是非常標準的這個 一個立曼觀塞裝束 雨傘折疊椅甚至是碎店 那後方呢就是立曼 端貌24小時的專賣店 大家每個來觀塞都根本都是全部武裝 那我們現在來到就是立曼的這個觀塞區 那我們眼前看到了這條就是跟米其林他的這個 永續願景跟賽事性能這個賽道追求的另外一個很好的結合 就是他們今年才推出專為這個MOTOE電動機車景 比較賽的這個開發出來的永續輪胎 那它大概有50%的這個使用式永續材質 那一隻賽車他們在對輪賽事的時候 也是有用一些蠻多的這個 永續性的可回收的輪胎來打造 然後減少這個整個資源的浪費 因為那旁邊就是我們之前也看過 剛剛也是旅行未來的願景 他們針對於3D練音技術跟未來的這個AIRLESS的 免衝器輪胎更進步的一個雛形 目前它這個願景 其實利用在物流車都已經在實際測試之外 未來的話應該也會有更多更多的輪胎 用上這個3D練音技術 不論是在生產的模具上面 還是在這個輪胎甚至形狀的打造上 好這個就是車隊的巴士啦 對沒錯沒錯 因為它 零件還有他們包括他們休息室 全部都在這邊 對那為什麼現在他們在後面 是因為這個P3先暫時讓給 正在舉行的Road to Le Mans系列賽事 這個是這個296GDP 499太貴了是不是 會被人拍照拍走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邊呢 就是叫一個The Mount Village的地方 算是一個賽道這邊比較高的 一個錦鱗賽道廣場 那除了有很多美食街之外呢 有冒了21小時的智電圖商店 來這邊 好我們現在到米其林的這個展示餐位 展廳中間只有擺了一台499B的賽車 然後呢這就是他們當初去年在用過的 那一套Panusco的台 那你看他的脫膠狀況跟那個 連滿賽道熟悉 就知道他當初一度的這個狀況是多麼的激烈 然後那一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模擬器不是賽車運動專利 模擬器其實可以相當快加速這個 你開的胎款開發 當然就是呢透過 模擬器的電腦模擬的開發 可以更快速的取得所有的資訊來 設計出一款符合性能使用的胎孔 我們可以看到 對於性能永續願景的這個展示 這個展示 來自Payment的718的GT4-E 電動賽車 他用到的輪胎跟這個我們 之後應該會看到這個 像這個718的永續彩質 我們收彩質打造了胎款 要做永續這件事的時候 同時不能犧牲掉這個性能 所以未來我們應該可以看到 越來越多的電動賽事 或者手運動性能比賽 是由這個米其林的這個 永續性能台款加入 你不能不說GT4-E Payment的試車 我們要給GT4-E 先做的電動賽事 看他這邊的排名 真的是 整個road page配置跟電機系統 看起來真是相當驚人 哈囉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 利曼賽車場上的 這個起跑線 GreenWalk 然後這邊都是按照排位來定的 然後後面 比較後面的當然就是這個 LMGT3賽車 它是使用這個GT4-E的輪胎 這個賽道真的是非常熱鬧 然後馬上很快就要準備起跑 所以它都是隔離開來 就不讓我們真的會高靠能力 但是啊 看旁邊還有這個 很熱鬧的這個 雜技表演吧 這個其實也要來參賽 就是 野馬的GT3賽車 GT3組別的91賽車 保濕街一樣有在LMDH組別的參賽 然後它的賽車是963 這台是M4GT3賽車 它其實是從 基本上是以市售車為基礎來打造的工廠賽車 引擎架構基本一樣的狀況之下 它的車身是經過大幅的輕量化改造 動力方面 有些人 GT3賽車其實可能不會比市售版本還要更高 但這其實並不代表這個跑不快喔 像這台290GT3 我相信它的這個 超價的極限跟這個 甚至是極速或是加速表現 其實它會比市售版本還要更強 那這也就是工廠賽車的 基礎 MACARAMOTI 它是以G20為基礎打造的這個 MGT3 你看眼前這個是 小牛的GT3賽車 對那這一隊的三位車手啊 全部都是隱性 其實也可以看到啊 車隊最後維修準備的機會 就是在趕快的 在修補一些外科的東西 晚一點超過 大概四點即將正式起跑的 那14小時耐久賽 沒有人會看到就是 好像在場上 粉絲相當多的 Toyota Gazoo Racing GR 10 Hybrid 賽車 不得不說 Toyota最近幾年的 這個Gazoo Racing 的品牌 經營真是相當成功 現場粉絲真的是超級多 那這一次啊 米奇林指定用胎的 這個Hypercar組別 總共有了二三輛賽車 那除了一些手面孔 譬如說寶石街啊 跟去年多辦的馬拉利之外呢 凱迪拉克去年就有 但是BMW跟Alpin呢 還有一些 這次的廠會是 今年再度或是首度參賽回歸 總體加起來 整個賽事週呢 這個Hypercar組別 預計會使用到超過 四千一百條輪胎 那這也是相當考驗 米奇林在 輪胎的管理物流運輸上面的規劃 等一下就會前進到 輪胎庫房 我們就去看一看吧 我們可以看到 車隊其實在 裏面旁邊已經把輪胎都擺出來 那上面的就是乾地配方 和Medium中性胎 那下面就是 唯一有胎穩的 這個就是雨胎 那雖然賽車上 目前都是已經把雨胎裝上 也很有可能是 接下來可能起跑前 下了一場大雨 那繼續維持線上 用雨胎起跑的可能性也相當高 而且它雖然這個輪胎都統一規格 但是就是只有前後輪有差 但是大家怕換錯胎 你看 Rail Right 這個是Rail 是Rail Left 這是Front Right Front Right 這是Front Left 就是他們還會標示的這個 賽道的那個 各個輪胎 該是安裝在哪個位置才不會拿錯 我們現在最後的這個 車輛整備跟電腦設定 然後這次 BMW Motorsport找來了這個 很多藝術家合作打招 他們開發的成型 BMW M V8 Hybrid 賽車的新圖裝 LM DH 它還是有這個 相當標誌性的超大平衡 那眼前這輛是呢 今年也再度回歸 V曼最高組別賽事的 Lamperny SC63賽車 那它是3.8升的收窩輪增壓 V8引擎 但最大馬力一樣被限制在670匹 那它也是踩到 因為LMD的組別的電量輔助控制較低 那一樣也是在後軸安裝了一個 最大馬力67匹的這個輔助馬達 對一樣踩到後輪驅動形式 那跟其他LM組別的四輪驅動 還是有些不小的差異 那眼前這就是去年代表法拉利奪換了499匹 這也是我們剛剛在法拉利運行 那個米其林概念館上見到的 人型賽車 對那今年它一樣是延續這個 松任加V650跟 大概268匹成熟電動馬達的放力配計 那今年能不能繼續複製去年的成功 它絕對是今年立曼圍廠的一大亮點 好像也是地主代表 也一樣是今年才剛加入Alpin的A424賽車 那今年也可以說這些 新舊車隊的加入 舊恨捲土重來 這邊有很多變數 你可以看到它在現場更換它的 一樣499匹的車頭 和計势整個人都就是 專進車廂裡面來更換一些路線 在正式啟稿前 最後一個準備機會了 車號是 50號的這個499匹賽車 是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所以希望幾乎是整個 地區維修區的人員工 工程師都自己聚集 然後我們這次來到的時候 就是這個 WebWalk的起點 就是這次獲得了這個 Hyper Quad級別崗位的這個 好直接 963的6號賽車 能不能為最後的勝利 造成一些決定性的影響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賽事機的最大量源 就是你前面贊助支持的這個 H24 輕燃耀能源原型車的賽車計畫 那它駕著輪胎就是這個 食物71發 永續材質回收的 全能胎款 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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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未來有沒有機會看到 聽來到賽車真的參賽的那一天呢 嗨 OK 常用動態起跑的方式 025小時大賽 要025小時 準備正式開始囉 225 好我們剛剛又通過了一程安檢 對那我們現在又來解鎖一個 看熱忙比賽的 看立慢24小時的一個神秘體驗 我們過過VIP室 我們在跑道上面行走 但是呢 還有更熱門的 就是空拍 記得我們所有的影片空拍 都是我們在直升機上 努力的為觀眾拍攝的 賣命啦 我們抱著風險 對對對 以上純屬區夠 大家不要太認真 董哥 我們活下來了 對沒錯 成了仙 又回到地面 又下反了 是是是是 對啊 雖然這個 呃 分鐘數不長啦 但從高空來看比賽 這個體驗 是不是蠻特別的 沒錯 其實 光看這個Mausen 怎麼這麼長 對 怎麼覺得直升機 怎麼飛都還沒飛過去 那要發覺 從天上往地上看的話 賽道上每個彎 Torch彎啊 還有什麼彎 它都有彎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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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直升機的BIV客人 好解釋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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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解釋 對 好,谢谢你为了练习,因为像我们说的,你会在一个很特别的地图 而你到这里,刚刚之前你出发,你会聪明你的团队 你会在这一集中,你会在这一集中,三车轮子 那你没有看到一样,从二十四个月的运动 一是车轮在车车轮,一是穿着休息 第三个人会站准备在执车上 跟车人追踪在车上 然后在车上 你会拿着肩膀上的肩膀上 他会召唤你 车好车好车好 小心 或是车太多了 走到Porsche 那就是它 然后你已经消失了 当时他离开 他会回来 给了一些摩执车的车人 然后他会回来 给了一些休息 在那时 他醒了 另一位男人会去下来 再来准备 这回回程 你只会见到这里 如果你见到这里的质量 有一个伙子 然后我们看到 谁会最大的怒动 我来说这事 但当然 你的感情是高的 你会在一个很感情的座位 你正在这里 放到桌上 我们会在那里 有90,000的粉丝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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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 一半的颁奖台上 这就是颁奖台上的风景 这是冠军奖杯 怎么没有这么近距离 经过这个世界上最知名 最重要耐久赛事的奖杯 好的 那我们现在在 这个 米其林的 Hospitality 友善接待中心这边 刚刚也跟这个 米其林的赛事总经 比叶也有稍微聊一下天 那他说 对 但赛车性的 是一回事 但是呢 在Le Monde 20小时 这么特别的比赛中 他说是Le Monde 决定 谁是冠军 他妈不是赛车 决定谁是冠军 那现在想一想 那种 说下就下 而且也挺不小的大鱼 也很可能等一下 马上就挺 那种 可变的天使分 是Le Monde的 大特仗 这样 哇 哇 哇 过了晚上十点之后 Le Monde 这边 可以说真的天黑了啦 然后我们今天来就要一探究竟 就是米其林的 立曼轮胎库房 我们来看看他们 到底是怎么管理 世间多条轮胎的 好的 我们先看到就是这些 製造会使用到材料 跟一些可回收的朋友 今天已经多次在这个 社长上看到71% 轮胎就是米其林最新的成果 那71%可持续 那它就是用上这些 钢丝啊 海绵啊 这些 可持续回收的废料啊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原因当然就是因为 轮胎本身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 污染相对较高的行业 对那不管是轮胎制造过程 还是轮胎使用过后 磨损变成微粒飘在空中 都会造成一些空气污染的状况 那米其林为了改参这个现象呢 他们就所决定推出这个 Sustainable material tires 就是永驱性轮胎 好我们现在来到就是 米其林管理整个 四千多条轮胎库房 那这边呢 他们说他们怎么整理呢 大概是每个 砍胖分在一区 对软胎分一区 那当然 雨胎就只有一种规格 所以很好摆放 那呢 这边比较特别是 那每条轮胎 这边都有规格 然后每条轮胎的这边 大概都有个RFIT 就是每条轮胎身份 它是控管 确保每队的信量 都是使用干净 好那这边就是所有 HopoCard直接用的门圈 前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技师们在装配 把轮胎装到这个 新的门圈上 那比较特别的是呢 使用过的轮胎要怎么处理 那他们使用过的轮胎 那他们使用过的轮胎 就会被先送到这边 给美型的研发工程师 来这个 先分析过使用过的轮胎 状况怎么样 接着它会被压扁 然后装进到轮胎上 减少它的碳排放的浮肌 那我们现在到了 就是整个黎曼赛道 今天一整天的最后一战 对那我们现在在这个 摩斯坦大直线弯道的 最后的七天附近 那另外官方在这边设有一个 一个观赏点 其实这边整个环境 长得就很像夜景 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看到 整个雨天加上夜站之后 真是很容易意外出事故 我们刚刚反来到达抵达的时候 已经有个安全车 就是引发安全车出场的意外 然后现在更就是直接亲眼目睹 有一辆车直接在我们面前出事 对那只能说 雨站下雨天加天气因素加上夜站 那真是让这个立曼站局 变得非常的诡诀不定 那意外也是平船 对那我们今天的观赛之旅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那我们就先回饭店来修整一下 那明天一早我们就继续回到 这个立曼赛道来 为大家持续开箱 跟揭晓最终的赛格 好啦 那我们准备要登巴 去迎接今天的最重头戏 就是立曼24小时的颁奖典礼 给大家看一下立曼的路牌 我回来了 标示的不是地点是品牌 保时捷这边走 欸 爬拉利继续往前 因为昨天下雨闪大雨 前往立曼赛道之路 顿时变成BFG的越野场地了 好的 我们后面呢就是这次 2024 20小时立曼大赛的最终成绩 那相当恭喜法拉利 正式达成的立曼相当难能可贵 2.8成就 那Gazoo Racing是第二名 就真的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也可以知道 20小时的耐久赛不只是对车辆性能 考验 对零配件尤其是轮胎 这个唯一接触地面的部件的 持续性跟性能表现都至关重要 当然啦 车手的成绩 它的驾驶的专注度 还有整个车队真的是不眠不休的协作 让车辆能够完赛的缺一不可的重要元素 对那这次非常感谢台湾米其林的邀请 那也相当希望这次他们使用在PilotScore 这个Piberka所使用的顶级性能胎的技术 可以持续应用在后续的市售胎上 让消费者有个性能更好 那同时也可以使用更久的选择 那就这样啦 下次再见咯 拜拜 台湾油车才够热血啦 电动车满满高科技才够香啦 不要吵啦 要吵就是外聊天市场 你要的燃油车 你要的电动车 地球黄金线LINE都有 还有车坛独家 购车攻略 车友名调 现在就拿起手机 加入地球黄金线LINE好友 还有汽车周边 让你带回家 LINE